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人生就像在爬一座山 每一次快要爬到山顶 就被跌落到山顶 她爬起来继续爬 快到山顶的时候 又被跌落山顶 在她53岁最后一次跌落山顶后 再也没有爬起来 她被一帮中学生拥抱球棺材人的达四在草坪上 她努力的活着 就这样不经意的死去 我们利用精神分析的理论 分析一下松子的一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强迫性重复情感强迫性重复是指 孩子在经历了一件痛苦或者快乐的事件之后 会不自觉的反复制造同样的机会 一边体验同样的情感 松子的一生就是强迫性重复的一生 她反复体验我是不好的不值得被爱的 我是孤独的 美好的东西是泡沫 会瞬间消失 永远不属于我 松子的妹妹体弱多病 爸爸把所有的爱兜了给了妹妹 童年的松子是被忽视的 孤独的 影片中描述了松子的童年 爸爸下班回家 手里拿着精美的礼物 年幼的松子心冲冲的迎接爸爸 看着爸爸手里的礼物 爸爸把公文包丢给松子 带着精美的礼物紧直上楼温柔的陪伴妹妹 松子抱着爸爸的公文包孤独的站在楼梯口 看着那扇紧闭的门 爸爸带松子去摆货 公司 这是唯一的一次单独跟爸爸在一起 舞台上小丑的表演 要松子开心的哥哥大笑 转头看到是爸爸依旧摆着的脸 为了逗爸爸开心 他学着舞台小丑的样子做鬼脸给爸爸看 爸爸居然笑了 奔回脸成了松子讨好爸爸唯一的方式 这样的经历让松子认为 是因为我不好 爸爸才不喜欢我 我没有资格拥有精美的礼物 我不值得被别人爱 这些感受被深深的植入到松子的情意识 形成了他的自我意向和自我价值 并强迫性的重复着 影片最悲凉之处 在于松子不断的用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模式 制造相似的情景证明着自己的不堪 把自己投入到绝望中 国中的老师佐伯先生爱上了松子的美丽善良坦诚 这是松子第一次爱情 松子也沉浸在美好的爱情中 正当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候 他拨离学生偷钱的世界穿了 被学校辞退 爱情像泡沫随之消失 松子用了天真近乎无知的方式处理学生偷钱的事情 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强迫心重复了我不好 我不值得拥有美好的爱情 被学校辞退后松子纷然离家出走 开始那漂泊不定的生活 他跟不同的男人同居 被他们欺凌 欺骗 殴打 最后抛弃 由于他超低的自我价值感 在选择男人的时候没有任何标准 只要不是一个人 跟谁在一起都一样 因此他选择的都是自卑 暴力 没有爱的能力的男人 被男人财 暴躁打 他说 即使这样也强过孤独一人 这样的选择已经注定了被抛弃的结局 强迫心重复着我不好 我不值得被男人爱 就像童年不值得被爸爸爱 这样的一生让人悲观无力 不禁会问 强迫性重复可以打破吗 可以 如果在后来的生活中宗子 遇到能够给予他高频俱爱的人 不断包容他认可他 帮助他整合自我意向 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也可以寻求外界的力量 比如心理治疗 帮助他看到并理解这些强迫性重复背后的需要 理解了背后的需要 他就会主动做出新的选择 这些方法都可以打破 强迫性重复 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反向形成爸爸反向形成是只心理想的跟表现出来 都是相反的情绪和行为 宗子的一生始终在追求爸爸的爱 而爸爸一直是冷漠的 除了在宗子做鬼脸时勉强笑一下 但是在宗子离家出走后 他的这季节尾都有一句 还是没有宗子的消息 并在三个月后突发脑溢血死去 我们看到的是多么沉重的爱 从精神悲息的角度来理解 爸爸用了情感隔离的防御机制来压力沉重的爱 用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来冷漠的对待宗子 宗子的美丽可爱是有目共睹的 爸爸喜欢宗子不仅作为爸爸 而且作为男人也深深的被宗子吸引 这种吸引是不被社会允许的乱伦 这种乱伦的焦虑 不断的折磨着爸爸 他对自己是愤怒的 愤怒是无法言说的爱 他担心这种爱会吞噬女儿 也担心女儿的美丽会吞噬自己 更担心这种吸引让自己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伤害到宗子 他不得不邀逸自己的爱 用愤怒和冷漠来面对宗子 用冷漠和愤怒来表达爱 就是反向形成 年幼的宗子当然不会明白爸爸的爱 他看到的只有愤怒和冷漠 感受到的是因为我不好 所以爸爸才不爱我 所以他很努力的做爸爸喜欢的事情 爸爸也是不成熟的 他做不到用正常的方式面对宗子 所以不论宗子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得到爸爸的爱 爸爸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压抑和表达情感 是因为他高度的性压抑 爸爸应该从妻子那里得到情感和性的满足 而爸爸对妻子没有任何情感 甚至瞧不起他 只能把情感转移到女儿们身上 这种畸形的爱阻碍了爸爸正常面对女儿们 造成了宗子不堪重父离家书走 开始了悲惨的一生 身份认同妈妈一个女孩的成长 首先会爱慕爸爸 希望嫁给爸爸 但是爸爸喜欢妈妈 我没有机会了 所以选择做妈妈那样的女人 跟妈妈认同 这样就完成女性身份认同 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这个过程的前提是爸爸爱妈妈 妈妈爱爸爸 他们的亲密关系是牢固的 如果爸爸妈妈的亲密关系不好或者没有 女孩在身份认同方面就会出现障碍 造成自我意向混乱 那么她会用一生来寻找我是谁 宗子的妈妈在影片中只出现过一次 宗子要离家出走 妹妹过来阻拦 宗子愤怒的说都是因为你夺走了我所有的爱 试图瞎死妹妹 这时妈妈出现在门口大喊宗子 瘫痪在的 通过这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妈妈在这个家庭中悲哀的地位 宗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不是上去阻拦 而是无力的瘫痪在的 她没有能力阻止宗子离家出走 更没有能力阻止丈夫对女儿的愤怒或者爱 在这个家庭中 妈妈是被爸爸极度忽视的 就像在影片中她不存在一样 这个也许跟日本男尊女卑的文化有关 妈妈面对一个愤怒冷漠的丈夫 又生长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儿 可以想象她在丈夫面前是多么尽小慎微 地位低贱 百般讨好的活着 妈妈只能默默的忍受 不敢反抗 更没有能力给到宗子一点点的关爱 宗子在身份认同过程中 那画了一个讨好的卑微的妈妈的形象 女人在男人面前是必见的 男人可以对女人做任何事情 可以自意的欺凌打骂的 女人要忍受这样的命运 以至于在她一生中被男人打骂欺凌 都不会反抗 也不会主动离开 另外 一个女孩子要认同她的妈妈 是因为妈妈是爸爸爱的对象 而宗子的妈妈没有得到爸爸的爱 所以宗子就不可能认同这个妈妈 这样就造成了宗子女性身份认同的混乱 她不知道自己是谁 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自我身份的混乱 让她不断地改变字 挤去适应每一个男人 最终都失败了 每一次失败她都问 为什么 是的 为什么宗子这么努力地付出自己 这么真诚地对待他们 还是会被虐待被抛弃 宗子到此也没有搞明白 很想对宗子说一句 这不是你的错 为分化家庭为分化的家庭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互乱没有界限 处在共生融合的状态 在象征层面上存在相互吞噬 宗子的一家就是处在为分化的状态 他们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 这是一个充满内疚氛围的家庭 因为爸爸妈妈生育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儿 有美 一直处在内疚中 爸爸因为内疚 不敢让自己面带笑容 面对家人 不敢享受幸福的生活 高度的压抑让她在中年突发脑溢血去世 对自己最大的惩罚 就是把自己搞死 这种内疚投射到大女儿宗子身上 宗子因为自己可以拥有健康的人生和爱情而内疚 所以她拼尽一生让自己越活越凄惨 蓝笔香内疚 最终被残忍的打死 这种内疚投射到小女儿九美身上 九美因为得到爸爸太多的爱 而对姐姐内疚 同时为了迎合爸爸投射过来的内疚 让自己久病不遇 最终在悔恨中死去 弟弟因为无力拯救这个家庭而内疚 他选择跟宗子断绝家庭关系来比较内疚 看着宗子的苦悔和只有无奈和悔恨 因为内疚 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 演绎了同样的结局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内疚的家族链 再生宗子的外甥 这里被斩断了 在阿生正处在消极颓废的状态时 有机会看到 并理解了姑姑宗子的一生 得到了惊醒 影片的最后阿生在满天星空下 坚定的走向新生活